大家好,我是西班牙马德里 一家公立医院的呼吸科医生季子晨 今天是轮到我值班 所以上午是早上上班 但是到了下班时间之后会留下来 然后值班到明天早晨8点 现在这边的新冠疫情已经比当初好了一些了 我们医院最高峰的时候 开辟了25个病区 专门接收新冠患者 同时有700名左右患者入院 累计是2000多人次 现在由于疫情的好转 有一些病区已经逐渐关闭了 现在还剩10个病区 10个新冠病区正在运转 然后其他病区已经开始 又重新接收非新冠病人了 最近是医院开始大规模的 给医护人员做新冠的检测 所以应该是会有一些人阳性的会回家休息 所以不知道今天的值班团队会是什么样的 一会儿我们去看一下 今天下午的工作已经结束了 从现在到明天早晨 我们是6个人来值班 现在的工作量比以前有所下降了 一个是因为病人数下降了 还有一个是因为我们对新冠病人的了解比以前多了 处理各种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时候也比以前熟练了 我们还看到医院正在清理一个原来的新冠病区 现在已经清空了 正在做消毒的工作 这原来是一个外科的病区 在疫情的时候也用来接受新冠病人了 应该是在之后几天的时候就可以重新开始接受外科的病人了 今天下午我看了一个病人 是我们呼吸科非功能实验室的一名护士的母亲 情况应该是挺严重的 她是跟我工作上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同事 她现在也是情绪上是非常不好受 以后再去看一眼 然后看看她母亲能不能穿过今天 现在已经是深夜了 最终我同事的母亲还是去世了 怎么说呢 滋味非常不好受 实际上 之前我就有过给同事的家属开死亡证明的经历 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然后安慰同事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连一个拥抱的不能给她现在这种情况 所以心理上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希望今天不要再有其他病人去世了 我已经下班回家了 在这场疫情里 我以第一人冲在第一线经历了疫情的爆发 也看到了现在情况的好转 目前西班牙仍然在为新冠疫情的遇难者降半期 但确诊人数已经开始下降了 5月之后 马德里的方舱医院也将关闭 我也看到 马德里这个城市正在逐步的恢复生机 我相信 总有一天 我们能恢复到之前的生活 besonders迢复 是观优 哥 优优 味 背景 ור